2015年1月在葡萄牙里斯本海洋水族馆 史上最大的自然水族风格的水草造景工程 拉开了许目 水草造景大师天野上 将挑战世界上最大的40米长自然水族造景工程 此次活动云集了水族馆员工在内的 来自全球各国的40多名水草造景专家 整个造景过程历时波兰状况的6天时间 里斯本海洋水族馆是世界最为著名的海洋水族馆之一 它坐落于葡萄牙里斯本的市中心 在2013年从这里向天野上发来了邀请 邀请的内容是在2015年4月 新开放的别馆中的展示鱼缸 希望由天野上先生亲自制作 这便是这个空前绝后水景的诞生奇迹 从自然中学习将自然环境于水中景观进行再现为理念的 自然水族风格水景造景 在欧洲各国在鱼缸中再现自然景观的自然水族造景 虽然已经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瞩目 但是40米长的自然水景造景 可以说是要创造原生态原尺寸的大自然景观 对于天野上来说 最自然的风光莫过于海体时代 每天游玩的故乡的美丽大自然 但是天野上儿式的乐园也已经被人工改造不复存在了 这种对美丽自然的想念与水景的大小无关 是自然水景造景的源泉 里斯本海洋水族馆及其员工 对在长期维持中依然能展现出精彩水景世界的 天野上独特风格的自然水族造景 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里斯本水族馆团队希望通过表现出 海洋 山川以及森林的紧密关系 进而表达出对地球自然环境的重视 创造能够连接人类与自然的水草造景 里斯本水族馆的澎湃激情 与天野上强烈的使命感产生了巨大的共鸣 为了更好地表现出自然的博大与细腻 所有的部分都要做到完美 因此不仅需要鱼类 还需要多种多样的生物 构筑成新的世界 仿佛是一首交响曲 造景的过程伴随了优美的节奏 流畅地进行 参与造景的所有人都如同演奏者 共同谱写出同一个梦想 当时会参与自然的事 是一首交响曲来自然而合作的 作为供与自然而合作的 计划 造景的表演奏者 我感到很大的感受 我感到感到 我也有了 A-Day 整理系统集园 整理系统集团 我感到我感到不知的 自然是我感到感到的 我感到最高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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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一 一、二、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